完了完了,全部都完了 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这场比赛我看到两次胜利的曙光 一次在开局 当独行侠领先到13分的时候 我真觉得今天稳了 第二次战墨镜 当独行侠将笔分破进到3分 打出恐怖高潮 全场的观众三无海啸的时候 我又觉得今天要赢了 可是随后冬季集六万离场 这就是命 最终总决赛MVP 杰伦布朗 他实在是太过神勇 莫杰9分500 全场更是以54.5%的超高命中率 狂砍34分800 当他内线中扣 仰天长笑的时候 甚至散发出了3分勒布朗詹姆斯的光辉 那一刻 我仿佛看花了眼 这就是凯尔特人的真神 一个主以担当带头大哥的超级巨星 塔通姆 的确是很想要这个MVP 全场疯狂出走二次六次 莫杰甚至五头一中 但在领袖布朗的身边 他显得是那么黯淡无光 如果不是东西集六番离场 就凭莫杰塔通姆接二连三的武功 这场独行侠百分百能够赢下来 但是没办法 一切都结束了 3比0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翻牌 除非塔通姆把布朗给打的赛季报销 而这场比赛对独行侠的表现 一记花形容 东欧莱弗里以外 全部发配CBA 尤其是哈达威和克勒贝尔 看见他们俩 我就想吐 怎么在NBA混到的工作 我上都比他俩抢 在这一战里面 基德也是被马祖拉按在地上摩擦 绿军那边本来波尔金吉斯确证 头疼的该是他们 可是马祖拉临危不惧 超齿有度 一方面拉长霍布德的出场时间 一方面活用替补 除了普里查德这个内奸以外 其他人真的是做到了人尽其用 连蒂尔曼都上场命中了关键的三分 我要向马祖拉脱帽自尽 此军已经有了三分四波的风采 假以此日 必定前途无量 反观基德 这场比赛 如果不是他手忙脚乱 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将轮换切得稀碎 独行侠可以说是问赢的局 东欧已经和侃六子二分了 华盛顿后来也发挥了 没了波尖的前置 莱弗利也重新焕发光彩了 可是这决定生死的一战 基德慌了 他被凯特人吓尿了裤子 一会儿用用这个 一会儿用用那个 急急如丧家之犬 慌不折禄 最终将独行侠带进了森渊 库班这个虚约合同 终归是给找了 基德这辈子就喜欢被人踢光头 在篮瓦当球员的时候 被胡人总决赛踢光头 在独行侠当教练 又被绿军总决赛踢光头 下课吧 这辈子他都吃不上四个菜